音乐 接下来我们讲一些常见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在讲Probability Distribution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Random Experiment 那通常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想一个Random Variable的值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个Random Variable 它的值想象成是某一个Random Experiment的 Outcome 所以各位应该还记得 比如说X它可以是丢铜板或者是丢骰子它的结果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用Random Experiment 来描述X的话 那我们可以藉由这个Random Experiment的过程 可以帮助我们去定义它的Distribution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讲 第一个就是Banali Distribution 那是Descript 就是白努力 白努力实验 那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 很像就是把这个X当成是一个丢铜板的Outcome 对不对 那只是说这个铜板可能会有Bias 对不对 正跟负出现的频率不见得是0.5 0.5 那这个被一个叫做Row的Paramit描述了 那它如果出现正的几率是1的话 那就是我们说Row有0.7的话 那基本上只有0.7的几率 这个X会为1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1.Row 那就是X就是0 那这个Banali的Distribution 我们可以简洁一点表示 就把这两项直接写成这个样子 那因为X是一个Binary的Random Realm 它不是0就是1 所以基本上如果X是1的话 就这一项 对不对 那如果X是0的话 那就是这一项 这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简洁的表示方法 那这边有些Property 这个我不讲 这个各位同学应该自己看一下 甚至回去复习一下 比如说这个Banali 它的Expectation就是Row 它的Variant是Row乘以1-Row 好 那有个很简单的延伸就是Categorical Distribution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丢铜板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是丢骰子呢 那骰子跟铜板不一样的 那就是说它有6面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假设呢 这个K 它可以是1到2 说错 这个 假设这个Random Realm of X 它可以有K个State OK 好 比如说它是一个Outcome of 这个丢一个K面的Dice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Outcome 它的Distribution 写成是一个Category Distribution 好啦 所以基本上 刚刚的Row有一个值 对不对 那现在可能有K-1的值 OK 或者是K个值 它们加起来是1就OK了 好 那K-1的话原因是 最后那个值 它可以uniquely 可以被其他K-1的维度定义 所以有人会说Row是K-1的维度 有人说Row是K-1 K-1的 那都OK 那它的Distribution呢 可以写成 它的Den 这个Mass Function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Pi of每一个Row 然后它的次方数呢 是一个Indicator Function 这个Indicator Function 这个Indicator Function呢 基本上 我们用E来表示 那这个Indicator Function 它的Output只有0 或是1 那什么时候会是1呢 就是 后面这个Condition 是True的时候 它就是1 那如果后面这个Condition 是False的时候 它就是0 OK 所以我们不难看到 就是 当X呢 要等于I的时候 或是K的时候 那这一项会留着 那其他项都 都变成1了 对不对 OK 所以它 其实就是Bernoulli的一个 K-State Extension 好 那我们再来讲 Multinominal Distribution 那Multinominal Distribution 也是一个延伸 那怎么延呢 就是 我们刚刚 讲Categorical的时候呢 我们说它是 丢筛子 对不对 说错 丢个K为 K面的筛子 对不对 那 如果今天我不是只有丢一次呢 我这个Random Experiment 是 连续丢 N次 OK 好 那 如果今天我Care的是 就是我把这个X呢 当成是连续丢N次 K面筛子 的 结果 OK 然后我让这个 Xi呢 这个Element 是 DI面 出现的次数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X 这个Random Vector X 它的值 就可以被 Multinominal 去描述 那 Multinominal 这个Distribution 基本上 写成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应该也不难想象 前面这个是 Multipplicity 对不对 好 就是说我这边 在N个里面 那 第一面出现几次 第二面出现几次 到DK出现几次 那基本上 这是一个组合嘛 对不对 好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 出现的这个Row 出现几次的话 那每次 这个 丢一个Size 是独立的嘛 所以我就把 每一次出现的 乘起来 对不对 就有后面这一下 OK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还是跟 刚刚Categorical Distribution 一样 Row它里面 sum起来要是1 OK 那这个X呢 它里面的值 sum起来要是N 对不对 因为每一个XI 代表的是 DI面出现的频率 所以 频率加起来 不可能超过N的 OK 刚刚好等于N才行 那它的Property呢 基本上 各位应该也要知道 比如说 X的Expectation 就是Row乘上N 对不对 那它的Variance呢 其实有很简洁的 这个Matrix Form 可以表示 基本上就是N倍的 这一个Diagonal Matrix OK Diagonal Matrix 就是它上面呢 这个 对角线的Element 用Row 这个Vector来表示 然后减掉Row乘Row的Transpose 这个应该 各位推一推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 Diagonal上面 是Variance 可以稍微推一下 会得到这个Question 那如果是Off Diagonal的话呢 那会变成是它 那会变成是它 所以稍微吉祥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是一个Matrix Form 那 那 接下来我们来讲 一个Continuous 的Distribution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常见 就是Normal 或是所谓的Gaussian Distribution 那 Normal跟Gaussian Distribution 基本上 它是定义在 我们假设 这个X Random Variable 是 很多很多个 Independent Random Variable 的核 的值 就是X OK 那如果这个X呢 它可以用来表示 很多Independent Random Variable 的核 的话 那么这个X呢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Normal Distribution 或是Gaussian Distribution 下面这个式子 OK 那这个定理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叫做 中央极限定理 对不对 我想各位以前 在上Probability 的时候应该都学过 那 这个定理 为什么 那么重要呢 原因是因为 它不管 原本 原本这些 Independent Variable 的Distribution 是什么 OK 只要它们的数量够多 相加起来呢 X的Distribution 就会是normal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个Theorem呢 它hold regardless of the original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variables 好 那 这边 各位可以带 这个定义 就是我们如果去对 这个X不同的值取 Expectation 那你会发现它刚好 就会等于是 这个 后面的这个参数 mu 那如果对X呢 带这个定义 然后去算variance 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X的variance 刚好就会等于 后面这个参数 这个Sigma平方 OK 好 那 也有一些人 这个比较常见的 在machine learning 就是 它在定义这个normal 的时候呢 因为 看到这个Sigma平方 那每次都要去 对它做inverse 这边是Sigma平方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Sigma 平方分之一 那 有些人可能 会把它比较省略 就是不想要去求inverse 那 它可以定义 Beta 这一个pyramid Beta 叫做precision 所以normal 也可以写成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时候我们就 拿Beta 代表的呢 就是Sigma平方分之一 好 那 讲到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那 各位常常 可能在paper 或是在文章里面 都会看到所谓的competence interval 好 那什么是competence interval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一维的 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好 常见的形状 这是它的graph 那 Y轴是probability density 那X轴呢 是这个 这个X的值 OK 好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像中型的这个值 对不对 好 那而且呢 这个里面的面积呢 其实就是把density积起来 所以它就是probability 对不对 好 那normal distribution呢 基本上是相对于μ 也就是它的这个min来讲呢 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左边 比如说在一个标准差之内的 左边小于一个标准差大于一个标准差之间这两个面积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什么是competence interval呢 比如说我们来考虑一下 如果在X轴里面有一个interval它是μ-2sigma到μ加2sigma 我们把它积起来 然后得到面积 对不对 那这个面积呢 基本上就代表的是 X落在这个interval之间的probability 对不对 好 那normal是这样的 normal在两个标准差的interval呢 就可以有95这么高的probability 那如果在三个标准差的话呢 就可以到98了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常常会用 这个一种术语来表达一个interval 的confidence 比如说我们说呢 这个μ-2sigma 跟μ加2sigma 有95的confidence 代表的是说 在这样子的interval里面 它所对应的probability 也就是这一块它上面的面积 可以到0.95 OK 那我们就说它有95%的confidence OK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看说X 它不是一个定值 那这个X呢 它是落在某个interval的话 OK 好 那我们就会说如果X落在这个interval 那不管它指示什么 那它会有95%的几率落在这个interval OK 好 那 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Gaussian我好像很常看到 在machine learning也不例外 好 那为什么Gaussian distribution这么的这个common呢 好 那原因其实主要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by definition 就是Gaussian这个X呢 基本上就代表很多random variable的核 对不对 所以它天生就很用来很适合用来model一些比较复杂的系统 好 所以举例来说呢 如果各位有曾经做过一些讯号啊 或是修过一些讯号系统的课的话 那 不难发现我们常常会有SWIM所谓的这个Gaussian white noise 对不对 也就是所谓的底噪 那这个底噪呢 我们常常会假设它是normal distributed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假设这个底噪是从环境来的啊 那这个环境可能很复杂 比我们要去观察的系统复杂的很多 那 如果这些系统够复杂的话 那 我观察到的底噪 就还蛮适合用这个Gaussian来表示 因为它会是 白这个中央极限定 它会是normal distributed ok 那第二个是这样子 第二个是说 如果今天 我考虑就是说 我给一个variance 然后我看看所有可能的这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k 当然这是over real number 那 在固定variance的情况下 这个Gaussian distribution呢 基本上是一个distribution 它有最大的uncertainty ok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我用了这个Gaussian distribution 那我知道它的variance是多少的话 那 基本上 我可以换个角度想 就是说 其实我在 在假设X是normal的时候 那其实我是impose了最少的assumption到我的model里面 也换句话说 就是说 当我今天假设X是normal的时候呢 就是 我试着去加最少最少的assumption到我刚刚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assumeX是normal的这个情况之下 好 好 那第三个的话呢 是 我想这个应该 其实更重要 就是 基本上Gaussian是 很numeric friendly 它可以 微分啊 它是analytic 它是continuous 它的性质很好 ok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用它 所以你看 如果1跟2 就是说 我又 我又广 对不对 我的定义又广 那 又可以帮助我assume最少 然后我的数学又很好算 那这样大家都很喜欢它 对不对 我想各位 应该也很喜欢它 好 那 Gaussian有什么特性呢 我想这个各位应该也在以前修课应该有修过 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找复习一下 比如说 我如果 假设这个x是normally distributed 它的min是mu 然后variance是sigma平方的话 那么 这个 我对这个x呢 去乘一个a加一个b 那它还会是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且它的min会是amu加b 然后sigma呢 会是a平方乘以sigma平方 ok 好 那所以利用这个特性呢 好 我们就可以做 我们上次 好 在lab里面教过各位的这个znormalization 对不对 好 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今天我做znormalization 或是所谓的standardization 好 那 那x如果原本是normal的话 那我做这个standardization之后 那我做这个standardization之后 我并不会破坏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assumption 换句话说z还会是normal distribution 好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做这个standardization 好 那另外一个性质是 就是 如果今天呢 如果今天呢 我有两个random variable x1跟x2 那它们分别都是normal distributed 而且呢 它们的这个paramid分别是mu1 mu2 sigma平方1 sigma平方2 ok 好 那x1加x2的distribution 还会是normal ok 好 那这件事情 会成立 只有在 它们是independent的时候 好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它们是dependent的 或是说 x2是y的这个 这个 derivative的话 好 那基本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 好 如果它们是独立的话 那你就可以 把它们想像成 它们的 相加 它的新的这个variable 还是normal distribution 好 那 这个 mu的这个paramid分呢 就会是 mu1加mu2 好 那sigma的话呢 就会是两个原本的sigma 相加 ok 好 那这个东西 因为 我们在machine learning 比较会常用 所以 这边我们就留给各位 当作业做 好 那 这边有个小小的提示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算这个sum 那 它的 distribution的话呢 好 比如说你要去算 比如说这个sum variable 它要等于x的话 那 其实你是做一个convolution 好 因为 如果这两个variable 相加的 那个新variable 要x的话呢 好 那 很可能会是x1 任何的x-y 然后 px2 是y 对不对 所以x-y加y 会是x嘛 好 所以你要考虑 各种可能的y的情况 好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所谓的convolution 好 所以这个作业基本上 只是希望各位熟悉一下 这个normal的特性 还有这个convolution的性质 好 那 这边我刚刚提过 就是x1跟x2 如果是dependent的话 那 以上的这一个 是不成立 这个性质 是不成立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 multivariate 的gaussian distribution 那 一样 如果今天我们用x 它是一个vector 它代表的是 一个sum of 很多 random vector 的话 那 它的distribution 就会是 multivariate gaussian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以下这个式子 ok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跟刚刚 这个univariate 还蛮像的 对不对 只是差别差在哪里 差在 我的这个variance 变成covariance matrix 对不对 然后前面呢 像这个地方 常数一下的话 我是取它的 covariance matrix 的什么 determinant 对不对 那 这边的话变成了一个 coject board 我先把x呢 先减掉mu 然后基本上再乘上 sigma 这个covariant matrix 的-1 ok 那这边的话 各位如果带一下定义 也不难看得出来 就是 x呢 它的值的expectation 就会刚刚好是 multivariate normal的mu 这个参数 那 x的covariant matrix 就会是 这个sigma 这个参数 那注意一下这个sigma 必须要是 non-singular 好 那这边有几个重要的性质 就是说如果 x 它 是multivariate Gaussian 的话 那其实它的每一个attribute 基本上 都会是univariate 的Gaussian ok 那反过来不见得 我们这边可以举一些反例 不过因为实践的关系 我就不多 不多讲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一翻 过去这个probability的书 就可以找到反例 那 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在反过来的情况 是 ok的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有很多xi 然后它是univariate 那 你可以把它们组起来 变成是multivariate 就 有一个很简单的情况 就是 如果这些每个xi呢 比如说 从x1 到xd 它是independent ok 然后每个xi 都是normal 那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们摆在一起 把这个x呢 把这个x 摆在一起 组合成一个x 这个vector 那它就会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且呢 它的mu 会是原本的mu ok 组起来 然后 它的covariance matrix呢 会是一个diagonal的matrix ok 然后 它的diagonal上面的element 分别是原本的xi 的variance ok 那因为它们是iid嘛 所以你不难想像就是 这个covariance 在off diagonal的element 都会是0 对不对 不然它们就不会是iid了 不过 这个case 是一个special case 如果 in general来讲 x1到xd 不是iid的话 even它们是normal 它们组起来 也不见得是multivariate normal 各位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 那这边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好奇 就是说 那multivariate gaussian 它的graph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 好 那在看它的graph之前 我们要先定义一个distance 叫做mohannabius distance 叫做mohannabius distance 那这个distance呢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gaussian distribution multivariate gaussian density 里面 的 这一个像 ok 好 那 mohannabius distance 呢 如果我们把它 画出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 得到 这样子的图 那这个图的话 我们只考虑了两维 这x1 跟x2 那z 穿出这个直面的 这个轴 呢 代表的是 这个mohannabius distance 的高度 ok 好 那 那 这个 基本上是mohannabius distance 的contour 或者是level set ok 那 越接近 中间就越低 越 离外面 就 代表越高 的level set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上面这两张图呢 基本上 x1 跟x2 它们的covariance 都是0 ok 那当我今天去变动 x1 跟x2 的variance 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效果 会看起来好像 对 这个 axis align 的方向 就是沿着轴的这个方向 去做伸缩 ok 那 如果当我这个时候 把covariance 呢 调高的话 那会好像是沿着 45度角 正45度角 去做伸缩 那如果我去减少covariance matrix 的话呢 会沿着45 負的45度角 去伸缩 好 所以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说 如果今天在高维度的 这个mohannabeus distance 呢 基本上就是两两两两 都有这样子的特性 ok 那形状当然就不规则了 不过 基本上可以给你一个 初步的概念 好 有了这个mohannabeus distance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 稍微描述一下 这个 这个 normal的graph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normal呢 multivariate normal 其实只是 mohannabeus distance ok 然后呢 去对它 取 exponential 的mapping 然后再乘上一个常数 对不对 好 那这个exponential mapping 是负的 所以换句话说 mohannabeus distance 越高的地方呢 这个 normal的graph 它的值 就会是越低的 对不对 所以它的形状呢 如果我们把它画出来 如果在三维空间 把它画出来的话 以刚刚这个 bivariate case 来讲 那就会跟mohannabeus distance 是一个相反 也就是说 mohannabeus distance 越高的话 它这边就越低 越接近中间 这边就越高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到中的 这个 这个 立体的 中的 这个 这个 平面 曲面 ok 好 那这边如果对 你只看x的话 你在这边切一条线 切一个截面 好 那它就会是像是 我们之前 看到的那个normal distribution 那个 一维的中的图 ok ok 那这边的话 有时候 我们会讲 就是说一个multivariate的 Gaussian distribution 是所谓的isotropic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这个 中的形状呢 是圆形的 那换句话说呢 如果以数学表达的话 就是它的covariance matrix呢 会是 identity matrix 在乘上一个常数 sigma ok 所以它就是圆圆的 这样 ok 叫做isotropic multivariate Gaussian distribution 好 那multivariate Gaussian 也有一些重要的性质 比如说 如果今天x 这个random vector 它是multivariate Gaussian 的话 那我对它 我随便取一个w 然后跟它做内积 那它还会是normal ok 而且它的这个 mu跟sigma 分别 就会是原本的mu 然后跟w做内积 然后sigma 会把它左层 右层的w 变成是一个常数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 这一个性质延伸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不是找一个w 我找多个w呢 多个w的column 把它摆在一起 变成一个 这个w的这个matrix 好 那wtranspose 乘上x 基本上 还是会是一个vector 对不对 那这个vector呢 还是normal distribution 还是multivariate normal 那它的mu 跟sigma 分别长的是这个样子 ok 好 所以 简单来讲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对一个x 如果它是normal的话 那我们对它做一个projection 好 project到一个比较小的space 那 这个projection的结果呢 基本上 还会是normal ok 好 所以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们 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之前的PCA 对不对 所以PCA基本上把这个d位的x project到k 所以如果今天呢 x 它在d位是normal的话 那它做完PCA之后 它还会是normal ok 好 那normal讲完啦 我们接下来 讲一下 跟deep learning 比较有相关的distribution 那在deep learning里面呢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呢 我们会有一个distribution 它基本上是在x0的时候很sharp ok 那要达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用 所谓的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它是个continuous distribution 那这个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呢 它有一个parameter 就是lambda 可以看到 基本上 这个exponential distribution就是lambda 乘上一个indicator 这个indicator 基本上只是 让我们比较方便定义在x大于0的情况之下 那只要x是小于0的话 通常 就是把它 让它 让这个density 全部都会是0 ok 然后再乘上一个exponential of -lambda x ok 所以它的图画出来 会是这样讲 可以看到就是说 lambda如果越大的话 那它在0的这个 这个点就会越sharp ok 好 好 那跟exponential 走得很近的一个distribution 叫做laplace distribution 那laplace distribution 基本上我们 可以很简单的把它想像成是两面的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而且它可以有不同的min 就是它的min可以定义 把一个参数叫做mu ok 所以laplace可以写成四个样子 有两个参数 mu跟b 那这个b呢 就跟刚刚的lambda 有点像 就是inverse 那mu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x的min做一个平移 所以它不见得要在0的时候很sharp 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给的值很sharp ok 好 那它是两面 它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针对data 如果我们拿到了一个data之后 我们开始要去从data去想一些distribution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探讨一下所谓的direct distribution 好 那direct distribution呢 那direct distribution呢 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它是 跟laplace很像 但是呢 它非常非常的极端 就是 它几乎把所有的probability mass 全部都集中到了mu这一点 好 跟刚刚不一样 这个laplace是 它还有旁边的variants 好 那如果今天我不想要旁边的这个 我把所有的子通通都集中到mu上面去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direct distribution ok 好 那direct distribution 基本上我们可以 用这个DELTA这个function 来定义 那DELTA是什么 DELTA是一个 所谓的 directdelta 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的定义是这样子 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delta呢 它只有在0的时候 input是0的时候会有值 其他的input呢通通都是等于0 那在0的这个input 它的值有多大呢 没有定义 不过它定义的是 这个值呢反正 积起来之后会是1就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定义 有点跟我们以前看到的方学 比较不一样 就是以前我们会定义它的值是多少 那这边的话我们是 不care它的值是多少 我们care是它的积分反正是1就对 所以这个delta可以当density function来用 那这种定义方法叫做 所谓的generalize function 那反正这边的话各位只要知道的是 direct delta基本上 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定义 就OK了 那这边的话呢 有个mu的参数 也就是说 这个direct distribution 可以在mu的时候呢 才有很高的mass 不见得一定都要在0 好 那定义完direct distributio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定义给我们常用的 所谓的empirical distribution empirical distribution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给了一个dataset x OK 那这个x里面有n个point OK 那我们假设这个xi呢 基本上都是id sample of a random variable x 这个正体的x OK 好那 我们今天想要去create一个distribution p now paramized by theta 那它可以maximize这个x的likelihood 那这个p 请问要怎么找 好 那答案就是empirical distribution 如果这个x呢 它的值是discrete的话 那我们可以定义 这个empirical distribution呢 那它的parameter基本上就是given的这些x such that就是直接就是x的每一个值 它所出在这个dataset里面所出现的频率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e是一个indicator function OK 所以xi如果等于x 比如说10次的话 那n假设有100的话 那就是10除以100 就是0.1 也就是说这个impirical distribution的每一个值的density呢 就是在这个dataset里面那些datapoint 等于这个值的频率 OK 好 那如果x是continuous的话呢 那我们的impirical distribution就可以写成是 n分之一乘上 里面这个sigma是direct delta OK 所以跟上面这个很像 上面这边是在算frequency 那下面这边的话呢 我们里面呢是用direct delta 那所以direct delta你把它全部加起来之后呢 它积起来会是n嘛 所以我要做个normalization 就把它乘上n分之一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新的density OK 所以在discrete case跟continuous case情况之下 given一个x 好 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distribution 好 such that 让这个likelihood是最高的 OK 最有可能 这个probability会长的样子 当我看到这个x的时候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要介绍 另一种distribution 那我们刚刚学过的都是一些独立的这个distribution 好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 藉由combine这些individual的distribution呢 去产生更复杂的distribution 好 那其中一个很常用的方法呢 就是所谓的migature model 这个migature model基本上是一个distribution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的是呢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的是呢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row 一个呢 是很多这个各自individu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的参数 好 那它的这个density定义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categorical distribution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值size的这个distribution ok 好 所以换句话说 x要等于某一个常数x呢 我是先怎么样 我是先去看看 这个x呢 它 它所属于的这个component 或者属于的这个class 是第几组的 这样子 比如它属于di组 然后如果是di组的话 那我就动用这个di组的probability density ok 好 然后用di组的这个probability的这个distribution的parameter 然后去求这个x等于x这个event的这个density ok 所以换句话说呢 基本上我要看这个x等于x 我就把所有这个c等于i 然后把所有的i都考虑一遍 然后用sum rule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这个x等于x这个event的micture probability ok 好 那这个micture model前面这边可以是任何的这个distribution 那它只有指定后面也要是categorical ok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micture model 好 那 我们有没有看过micture model 其实有 各位稍微想象一下 就是回想一下 不是想象 想象一下 回想一下就是 我们不是有 看过empirical distribution吗 对不对 那这个empirical distribution 其实在continuous的情况 是有很多这个direct distribution所合起来的 对不对 只是前面乘上1分之1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 它其实就是一个direct distribution的micture ok 只是这个categorical的这个probability呢 就直接就是等于1分之1啦 ok 所以它就是假设每一面铜板都是固定的 每一个data出现的这个几率是一样的 然后再看看说 好 那这个data出现金它等于x 那它的distribution会是什么 好 那这边呢 这个micture model呢 藉由这个distribution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machine learning里面 常常被用到的观念 就是所谓的latent variable 什么是latent variable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probability的式子啊 或者是formula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random variable 它基本上在外面 是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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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这个式子里面 是不会给它直的 ok 像c 基本上就是一个例 c基本上 我们从这边看到 它基本上是用来identify 说 我要用哪一组的 这个individual distribution 去算这个x的probability 对不对 好 那这个c在 在我们在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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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左边 equation左边的时候 其实是 它是没有value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它的value是不定的 好 所以我们要把 我们在后面这边 我们是考虑它 所有可能出现的value 就是它到底是 要用第几组 对不对 好 把这个 所有可能会出现的value 把它sum起来 ok 好 所以c 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好 可是它的值 在外面 就是在我们given的这个 这个要求的这个problem里面呢 其实是没有定义的 好 所以它的值是latent 换句话说它的值是 并没有被observe的 ok 就是我们不能够知道c到底是什么值 好 那像 这种variable 就叫做latent variable 那以后我们在machine论译的时候 会很常看到 这种variable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个 特别的micture model 叫做gaussian mixture model gaussian mixture model 在machine learning也很常见 不过它其实概念很简单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specific的micture model 只是呢 我们把刚刚 存在categorical前面的 这个probability 也就是c的likelihood 这个probability呢 让它是follow gaussian distribution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gaussian mixture model 那gaussian mixture model 有很多变形 比如说 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这个theta 如果今天是gaussian的话 就变成了两个参数 对不对 mu i跟sigma i 那针对我不同的这个group 那我还有不同的mu跟sigma 对不对 那不过有时候我可以 为了简化其境 我可以把这个sigma的部分 那用一个share的sigma 来表达 换句话说 我就是假设 就是这些不同的group呢 它的covariance 基本上 covariance matrix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再简化一点 我还可以想象 就是说 可以假设就是说 就是每一个covariance matrix 不只是share 而且share这个sigma呢 还是一个diagonal的matrix ok 也就是只有对角线有值 那我还可以更简化 我还可以假设 这不只是diagonal 不只是share的 我还可以让这对角线的值都一样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统称叫做 Gaussian Mitchell Model ok 只要 基本上 这个c的likelihood c的likelihood是 normal distribution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 Micture Model 为什么Machine Learning 会很常看到它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原因是因为 任何的一个smooth density 只要它是smooth 基本上 它都可以被 Gaussian Mitchell Model 去approximate 好 我们举例 我们看一个这样子的density 黑色的线 好 那假设这个density呢 歪歪曲曲的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好 那可是其实呢 如果 你今天用 一二三 四五六七 七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去approximate它的话 那你就可以 generate出 这样子一条黑色的线 OK 那这个就很像是 如果各位有上过 那个讯号处理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任何的坡 其实都可以用sine 跟cosine坡组成 这个就有点像 这种概念 那所以 Gaussian Mitchell Model呢 如果我们今天呢 assume 一个dataset 它是 这个Gaussian Mitchell 的话 那其实 我们换句话说 就是 我们其实是 可以想象 这个它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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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ibution 可以是 很复杂 好 那只要我们有 够多的 这个 individual的Gaussian 我们就可以 approximate 这个 我们要的 这个 x的 这个 distribution 请不吝点赞